委員長 委員好 局長 那早上聽了你 就法治局的一個 未來 的一個方向 那你說了一番 你自己的 看法 不過很遺憾的 我和我們招委一樣 我們沒有聽到 法治局在因應國會改革之後 未來 到底要怎樣強化 所謂法治局應該要 給所謂每一個立法委員 應該要有的一個 專業的一個 專業的一個 那我們是希望說未來 在國會改革後新的一個國會 法治局應該是 就每一個委員會 他們要充分 發揮他在每一個委員會 是有專業的 比如我們在這邊 在我們這邊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也許在 也許局長你們所有 所有局內的一個同仁 在司法委員會正好是你們的專業 但是如果在經濟 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你們 每一個 每一個科員 那每一個剛剛所列的 所列的有研究員 他們有辦法 清楚的了解 這一個法案 通過之後的一個影響 它的一個影響的一個 評估還是說這個法案 會產生怎樣的一個瑕疵 法治局有辦法就這樣 提出一個專業的一個意見 給每一個委員嗎 報告委員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固定都會寫 政府的法案評估報告 都會放在我們 政府法案的評估報告 你們在什麼時候寫 我們都放 只要他送來我們立法院 我們就會寫 然後寫完就放在網站上 那個法治局的研究成果 我想知道這個時間點 政府的法案是怎樣 在我們每一個立法委員 我們提出法案 我們會在委員會審查這個法案之前呢 趕快把這個報告印出來 這樣子委員在審查這個法案的時候 就可以看得到 我們法治局的審查報告 所以是在每一次委員會之前 就一定會有一個法治局 對 如果說招委員排這個法案 的話 我們會盡量 趕快在審查會之前提供 目前有嗎 提供 我們都盡量這樣做 但是因為 因為政府提案 有時候委員會 他有時候會來不及 所以我很高興說這一次 招委還有委員 能夠讓我們有相關人員 將來 除了靜態的報告之外 也能夠動態的 來到這個委員會 提供這個相關的 我們本來就應該來了嘛 法治局在我們委員會 確實沒有錯 就是過去的成立 他沒有在 沒有在委員會 對 過去的成立就是因為 他是採用幕僚分散制 所以 我們過去的這個 做法就是比較 那請問 現在都來很好 局長沒關係 我懂你的意見 對 那我請問你剛剛說 你們幕僚 你們幕僚分工 那幕僚的專業 你們是怎麼去 去挑選的 我們 因為我過去的時候 因為我們幕僚 都是有時候 是從委員會 工作很資深 他會調來我們法治局 我們法治局的人 工作一段時間 也可以調去 其他的議事單位 做人員的交流 像我個人的部分 雖然我是在法治局工作 但是我有曾經在議事處工作過 那所以我就可以在議事處工作當中 去了解真正議事實務怎麼運作 那可以來對我相關研究的內容做幫助 但是因為所有的學科 五花八門 所以我們是一個研究單位 所以難免說 有一些研究的課題 因為我們委員有113個 我們是只有40幾個 我們會盡量去符合委員的要求 是 應該是這樣說 我們在推動這個國會改革 尤其在法治局要強化功能的時候 我原本還擔心說 法治局的編制人員是不夠的 但是在 昨天我們看到的 基本上法治局是有48個配置的一個人 而且這些人都是高職等 11職等12職等 也可以到了這樣的一個職等 表示他的公務員的一個閱歷是非常的豐富 因為我們是院層級 那像剛剛那個法務部他是部會層級 在整個政府的組織法上面 院層級的配置比較高 當然啦 院層級是比較高 但是公務員可以這樣到了這個11 12職等 基本上一定有一定的閱歷以上 對對 因為我們像我們 那所以說 既然有到達這樣的一個閱歷以上 我是希望說未來法治局 他必須要把他的 所謂的一個研究員 在每一個專業領域上 做好充分的分工 對 那這樣分工的一個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 必須要到每一個委員會 列席 而且提出他的所謂專業意見 這不能未來有辦法做到嗎 這個我們都會盡量配合 各委員會招委的要求 好 那我們人到的時候呢 就會聽從這個委員會的招委 還有所有委員合一的意見 如果要我們表示意見 我們就會馬上表示 那因為這是一個場域非常好 就是說 像委員所講的 因為任何的政府提案 政府部門都有來 他們的業務單位跟法治單位都有來 那我們法治局 強化我們的專業能力 我們提供委員問政的需求 我們可以提出我們的專業意見 跟政府部門的人員的專業意見 來做君子之爭 一較長短 這個我們非常高興 好 局長那你剛 你現在講的義分填膺 那我希望你現在所講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們未來法治局 要去強化的 所以我們希望說你們怎麼強化 這整個方向 至少先一個書面的一個報告先給我們 我們會跟委員 先報告你們到底要怎麼做分工 這麼多的一個編制 人家裡擠 那怎麼去做好 因為我們現在實務上 他們都做靜態的研究 比較靜態 那謝謝局長 謝謝委員 謝謝 那是不是再請秘書長 那請秘書長 蔡委員好 秘書長您好 秘書長因為我們在這一次的國會改革中 我認為說開放的國會是一個很重要 我們要推動改革的一個方向 那在這個開放的國會中 我們目前強調是說 所謂用提供我們立法院把我們的開會 提供有限的一個頻道的一個資源 尤其是說在網路上可以即時的一個隨機選取 但是在這一塊這一塊這一塊這個改革中 我們會面對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要在有限頻道的一個資源 可以即時播出立法院的一個開會狀況 他要取得這些有限頻道 有限頻道是非常昂貴而且稀少的 所以我們目前有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說放在網路上 讓想要看的人去點選 那這樣想要在網路上看到這樣國會開會的一個狀況 這就目前我認為說還是會產生了南北不均 因為畢竟尤其在我所在的嘉義縣 我們嘉義縣老年人口比率是全台 全台冠軍 高達16.84%的老年人口是65%以上的 所以這些老年人口 基本上我們也知道說 這裡的市長他們對政治非常的關心 他們也每天從報章雜誌中 可以知道他們所要關心的政治的一個資訊 但是他沒辦法透過網路媒體 因為這在這以他們的成長背景來說 這個離他們太遠 所以他沒辦法透過網路去取得到國會的一個資訊 那所以秘書長在推動所謂開放的國會中 我在想能不能把我們南部 尤其是針對中老年人口 他們對於政治的一個關心 但是他們無法取得資訊 所以我認為說 在跟地方台的一個溝通 也許是相對的一個重要 就是說在地方的一個有線電視 有線電視的一個平台 有線電視的一個業者 他們到底願意釋出多少資源 來供給未來國會 來做一個直播 一個播放的一個訊息 所以我想秘書長是不是在這部分 可以再提出一個相對應的一個方式 那如何去鼓勵這一些有線電視台的一個業者 願意把他們的頻道 釋出來 那也許說他們釋出多少頻道 釋出多少資源 那我們政府提供他們怎樣的一個優惠 甚至補助 以上是我認為說 這個在於開放的國會 這個是 我認為是很重要的 那民主長這部分有什麼看 報告委員我想現在是這樣子 那個我們現在也是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我們大概 陳如委員所說的 因為我們有一些 比較偏遠的鄉鎮 他們的一些老人家 他們可能都沒有上網啊 所以我們現在這些網路的 那個即時播映等等 可能他們就沒有辦法觸及到 這個是事實 所以我們想 我們現在就是按照這個委員的這個方式 我們就是要希望能夠 這個電視頻道 能夠來處理 但是我們現在的事辦階段 我們盡量去做到的幾個原則 就是說我們公平 然後透明 然後無償 無償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 我們不花錢 那這樣子的話我想 這些所謂的這些電視台 是不是願意來做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十足的把握 不過我們會盡量的說 我是希望說可以扮演更多去溝通 那去鼓勵這些有線電視台的業者 他們去提供這樣的一個服務 那當然說在無線台 那無線台的資源又更少了 對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部分還是要充分去考量 有很多偏鄉地區 他們也是希望可以得到 到底國會上有怎樣的一個開會的一個過程 是的 我們現在就朝這個方向 對 我們會盡量去努力去 去遊說 看他們願意不願意來 來接我們這個國會頻道 然後來播放 然後讓這些偏眼的這些民眾都能夠看到 我們現在就是在這個努力 但是原則是我們不互惠啦這樣子 當然當然 對好謝謝秘書長 那第二個我想要再請教一下秘書長 這一次的國會改革中要強化所謂立法院 立法院的一個功能 所以我們在4至585號的精神之下 我們希望推動的就是立法委員調查權 以及這個聽證權 對 那我看到很多黨團 他們已經有定出了說 所謂在調查權中 他提供虛偽不實的資料 以及說在聽證的過程中 他為虛偽之陳述 甚至有認為說要 已經拉高到了刑法層級的一個處罰 那秘書長 就這塊細部規則上 究竟是誰來扮演 來扮演認定虛偽的這個角色 因為我認為立法院 立法院不能有檢察官 還是不能到達檢察官 直接認定是虛偽的一個功能 所以如果未來通過了調查權 跟聽證權 有虛偽不實的罰則的時候 這一個認定的一個細部的一個程序 我們希望立法院還是要把它擬定清楚 否則這會很容易產生到 侵害到了人權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請秘書長 這部分是不是還是要審慎的一個擬定 好 謝謝 我想這個委員講的這是核心問題 這個真的很重要 因為如果說定 誰來判定說他是真的還假的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我想我們幕僚單位 我們是會提供說 如果有這樣子的話 可能要注意喔 這個立法的過程要注意這樣子 細部規則我認為要趕快去思考 到底這個細部規則要怎麼 要怎麼的來操作 我認為這一塊是非常重要的 好 謝謝秘書長 謝謝 好 秘書長請回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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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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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习委员 您问的这个我想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 在要弄这个国会频道的时候 我们也发觉说这个所有权的问题 事实上我们也是觉得说 这个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委员的权利 所以我们就很谨慎 那再来就说 事实上这个广电三法里头就有明文规定说 这个党政经不能够来经营所谓的媒体 所以我们也认为说如果说 如果有牵涉到这个党政经这个的部分 我们大概也不能做 因为我们也算是政府嘛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 等于是说法条上面有所干戈 那再来就说 我们谁来出资 还有谁来经营等等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能够做的 因为其实外界很希望说 我们赶快要做 而且也需要做 就如同刚刚委员所讲的说 其实这些各国有很多都已经做了 那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做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这个裁剪方式就是用事办 事办的方式 那我们事办的方式 什么时候事办会开始呢 我们事办就是我们 我们已经在3月4号朝野协商通过 那么现在通过之后 那各党团有授权给我们来处理 那我们事办我们希望说 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是 我们这个合约的部分 包括所有钱等等 我们大概简单的 就是做一个规范之后 因为我们现在事办的是说 我们不出钱 有公益的 那希望这个频道商 或者媒体的经营者 来给我们来做看看 那因为我们说实在的 那个许委员 我们有很多 我们也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们事办的时候 就是在模拟一些状况说 可能有什么缺失 或者有可能哪些缺点 那我们事办先一个会期为准 那我们不付钱 然后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做完之后 我们再来把这个事办的结果 跟所有委员做报告 然后我们是不是继续呢 或者是说我们要停止呢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来做 怎么来出资等等 我想这个可能 那在秘书长这边的规划里面是 只转播院会 还是八个委员会都同步 八个委员会都转播 包括院会都一起转播 是这样子 我这边提供一个 在美国C-SPAN经营的 这个做法给民事长参考 那在C-SPAN是1979年成立 那他们是用第三方基金会的方式 强调自给自足 运作独立 所有权和官方都没有关系 那所以在这样的精神底下 他不会受到任何一个 在美国参众两院 任何一个党的这个影响 所以我强烈的要求院长 要求秘书长在将来 在这个办理国会频道的时候 要保持这个立场上的中立 还有绝对的超然 我想这个是他们那个 美国C-SPAN的 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的方式 我想这个方式 我们也是都是有纳入考虑 所以我们才会说 目前我们是用四半 那最后的结果要怎么来做 我想这个原则 我是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客观超难 而不受任何的党派 或者是受任何的 这个利益团体的影响 这个很重要 秘书长请教一下 您觉得经费应该从哪里来 是由行政院编码 还是由立法院 还是由公共电视 这个钱应该从哪里来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必须要去做大家来讨论的 所以我们现在才采取用四半 就是不付钱的方式 因为这不付钱就是 我们对经费来源 如果说经费来源是由我们来出的话 那也是要我们立法院大家的同意 那如果说是由第三者 公正的第三者来出的话 那么我们要跟他怎么合作关系 我想也是要大家来处理 所以这个事情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我想我们就是要 要一段时间来厘清 所以我们才会用四半的方式来做处理 再请教一下秘书长 对于这个整个频道的运作 秘书长应该也非常清楚 将来有线电视 Cable这部分会慢慢的 视为会走向整个数位化的过程 那其实刚刚蔡委员也提到说 对于偏向这一块 当数位不普及的时候 国会频道这部分 有用什么方法可以让他 透过数位汇流的方式 可以让所有台湾每一个角落 关心我们台湾国会的人 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现在大概就是 有三个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现状 是我们有所谓的有线系统业者 还有无线系统业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 新媒体就是所谓的网路系统业者 就是网路他这个系统业者 所以总共有这个三方面 那现在我想刚才蔡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网路这些族群 事实上他没有办法到 那个所谓的偏向去 他可能是用那个地方系统业者来处理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 如果这三方面都要能够 那个具备的话 事实上就是要有无线跟有线 还有这个网路都要有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事办的方式 我们也是朝这方面都 都让他能够都进来 都进来来做转播 关于事办 我想我再给民主长几个建议 请问一下在事办的办法里面 厂商如何选择 厂商如何选择 你刚刚提到是免费公益的嘛 所以这等于说来去做这个案子的厂商 他必须要有一点回馈社会的这个想法 那请问一下现在整个事办的办法是什么 如何找到这个厂商 我们现在事办的办法 现在就是现在朝野协商有说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到各党团 那请问是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做一个免费的公益标吗 还是怎么样的方式 我们公开这个我们是不是公报出来做补充说明一下 来 处长 委员 书王好 这个委员 他这个是这样子 我们会采取一个很公开的方法 会把这个所有的文件下个礼拜一请院长核定之后就会公告 那我们这些所有的文件 这个礼拜是在所有的党团都在看 然后这个我们会选择的这个有线电视 这个电子媒体的这个基本的门槛 是在全台湾所有有线电视收视户的80% 那我们这样计算的基准的是 我们根据台湾有线收视户是500多万户 80%的话就有400多万户 406万户左右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期待 那假如按照这个标准来计算的话 大概有1200万潜在的收视人口 以上报告完毕 在就有线电视这一块啊 我想立员这边应该有非常完整 还有缜密的这个沟通的管道 但是我要谈的是在网路数位这一块 我查到一个资料 我们立院目前的国会的这个直播的 或者说目前把我们影片送到网路上的这个频道啊 同一时间只能够容纳300个人浏览 你知道这个是有多么的低吗 对 现在我们请那个我们资讯处来跟委员做报告 我们也是认为这个是太低了 所以我们有立刻就改善 你知道一场演唱会 一场蔡依林演唱会 同一时间同一分钟有多少人线上浏览吗 以资讯处的角度来看 您认为未来的国会频道 处理数位传播数位汇流 即时性的 而且不受到地方频道的干预 政治干预 色彩干预 网路是不是一个重点 委员您好 那您说的是非常正确 因为现在是资讯网路的时代 那我才刚到立法院报到不到一个月 这边先给您谢谢提了这么好的一个问题 在这段时间在院长跟秘书长的指导中 我们积极地已经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有关影音网路的 这个骨干的部分 我们已经提升了四倍 四倍看上去显然不足 所以呢我们还做了两件事 一个就是比较新的做法 影音平台CDN的推播分频的平台 我们先有骨干的这个最大一家中华电信 已经委托它来进行了 那我们在上周的院会跟委员会的测试 跟本周委员会的测试 提升了三百倍以上 如果人数越多应该是越高 所以我这边呢 高材秘书长有报告说 我们应该提升到三千人的门槛 我想应该如果人越多 它的效果会越大 几乎是不羡人次了 厉长不好意思打断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这边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要求 就是在事办国会频道的这个过程里面 在今年里面 在第一阶段事办里面 就要公开的征询新媒体 参与这个计划的可能性 所以在你去征询 哪一个厂商要来做这个公益的 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要求要有新媒体 而且是新创事业 他们理解年轻人如何在网路上使用工具 在直播的时候 你的聊天室的情境要怎么做 如何可以开放人民同时的对话参与 要不要做线上提问 要不要做及时的反馈 我觉得这个不是说提升频宽 或是加强硬体的问题 而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而是一个说我们国会 有没有认真的想对人民沟通 有没有认真的透明的公开的 而且一视同仁的去沟通 所以我在这边强烈的建议 在您事办第一期的国会频道里面 把新创事业做直播事业的这一个 几个公司找来咨询 然后邀请他们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还没讲 委员可以简单回复吗 有关新媒体直播的 试播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在积极规划 感谢您的关系 那比例上是多少 在您就是说 征询这些厂商里面 我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征询 我们才申请制 因为有些 我必须要讲 我希望是看到 至少有四成到五成左右的厂商 是透过新创事业 新媒体的部分 因为未来是总是五位 与时俱进 我们来努力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徐医员 来 几位请回 我们现在先处理临时提案 请宣读 提案A 鉴于立法院建制Open Data平台 确请开放会议意识部分 而为开放IBOD之创流网址 如此做法不符国会透明原则 原此请立法院研议开放IBOD创流网址之可行性 并提出书面报告 提案人 由美女周春明 顾利雄 蔡一渝 林维洲 段宜康 提案B 建议政府法规研领过程中 均需进行法规影响评估 其中应包含对性别及人权之影响评估分析 立法院法治局撰写法案评估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时 除草案条文之外 亦应参着该草案之法规影响评估报告 并在检视是否有对性别或人权之冲击影响 以并呈现于法治局报告中 提案人由美女周春明 顾利雄 蔡一渝 林维洲 段宜康 宣读完毕 好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或者立法院有没有困难 来 请局长 谢谢委员 这个提案B的部分 因为现在政府法规研理过程均需进行法规影响评估 那因为我们局里面在写法案评估的部分 就是针对政府提案有送来 那专题研究报告的时候呢 就没有政府的法规影响评估 所以我们是建议说把专题研究报告删除 那以后我们在写法案评估的时候一定就会跟政府部门要他那个RIA 这个是以前我们常常就是由美女委员就是一直希望我们局里面做到 我们都一直持续在做 谢谢 就是把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行把它删掉就可以了 我不了解就是 你们为什么不能做专题研究的报告 专题研究的部分因为它不是对一个法律草案 你的意思就是说只要有 除非有行政院的法案进来 你们才做法案评估 对 那么你们不可以提出 自己提出法案的修法的报告 建议报告 我们在写专题的部分 比如说你们能不能 我想游委员的提案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你们去研究 能不能对于这个性别跟人权的影响评估 你们可不可以去提出针对你们的专业 如果要落实对于性别跟人权 那么现有的法律案应该 现在现有的这个法律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比较适当 应该 游委员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说 这个其实已经跟你们讨论很久了 对 就是那个行政院有做这些的影响评估吗 对 那他们会 现在是有送过来吗 现在的话就是像上一次那个工业祭祀条例 内政部在送行政院就有 就寄过来了 所以它不是全部的 那但是行政院它有时候可能没有采纳 但是我们都会按照内政部做的就写在那个评估报告里面 但是专体研究报告就 专体研究报告是你们的嘛 对啊 那你们自己做啊 我们如果要自己做的话 我们实务上都是在开这个讨论会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性别的专家的一个 一个那个邀请的名单嘛 就直接邀请过来 司法法事委员会如果通过这个决议的话 就司法法事委员会请你们做 是是是 这个有什么困难呢 是对啊 因为行政院它自己做 然后今天你们是自己做专体研究报告的时候 当然你们应该也要去做 对 当然除了说你这个研究报告是纯粹学术的研究报告 而不是对于法案的 对我们因为有些学术是后面没有条文 啊如果有条文的话 我们就要请那个专家学术 如果是你是当然是纯粹学术的研究报告的话 当然就不用 但是如果说你是学术的研究报告 但是你的学术的研究报告是跟法案有办法 那这样若这样我们就可以做 好 局长卿委员 好 谢谢委员 好 请问还有没有意见 来 请说 你们是A案嘛 对不对 是 好 那个有关于有委员的这个 希望我们提出书面报告 我跟委员这边先简单报告一下 新媒体这些网络直播的这个部分 只要在符合我们的法令不影响平宽 一些营运的成本之下 我们已经开始决定要试办 然后采申请制 邀请这个新媒体来进行测试 那有关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是否可以在我们这个会期结束前 我们试办的成果 所有相关的优缺点 我们提出一个正式的书面报告 不知道妥不妥事 现在是在开放 是说把它给这些媒体去播放 那现在大家要的 其实是您把这个串流网址给大家 他们自己就可以自己在上面播了 你们现在是变成说 我只是去给这个能够 这个所谓的什么 百分之八十的 你们那叫什么 就是它的这种传播率 有百分之八十的这些媒体去播放 你们我跟你说 你们有什么困难 那么在书面报告里面序名 因为邮委员的提案讲得很清楚 要你们研议 开放串流网址的可行性 可行或不可行 你们都一并说明 好不好 会有什么困难一并说明 好 我们A案B案招案通过 现在我们下午两点继续开会 现在休息 还有吗 不好意思 林维州委员 特别跟您致歉 好谢谢 好 首先 第一个我对 刚刚段委员段召集人所提的 就是说法治局 你们要发挥更大的功能 这一部分 我是给于段委员支持 因为我刚刚有听到说 到底这些 我们立法院的这些 这些 单位的同仁 是到底是 要帮院长服务的 还是要帮委员服务 你们是来帮 我们的院长服务的 院长的幕僚 定位上 还是在协助所有的委员 在他们的立法过程当中 可以让他们提供专业的意见 让他们的立法品质跟效率可以提高 到底是哪一种功能 秘书长 老朋友 请你回答一下 请你回答一下 林委员好 我想这个 林委员所 这个 询问的这个问题 我想很简单 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幕僚单位 本来就是设在立法院里面 就是要提升所有的立法委员的问证品质 这是他的主要功能 那至于有人这样子讲 我想他可能是有点误解吧 好 谢谢 请回 请坐 这个很清楚 其他的单位我不敢讲 比如说是院长办公室的主任秘书 这些我不敢讲 如果是立法局跟我们的预算中心 显然从名称我们就知道 他是在协助我们做立法的工作 以及审查预算的工作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请你们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 你们是在服务 立法院里面所有的立法委员 协助他们审查预算品质更好 推动法案效率更高 立法品质更提升 这个很清楚 所以将来我们继续会在这边 从这个方向去要求 另外我也要对徐毅仁委员 刚刚所提的表达支持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开放资讯这一部分 我们对有线电视开放我们的 不管是直播也好 露营也好 问证的委员会也好 大会 协商过程 开放这个我们全力来支持 但是要提醒一点就是 网路媒体那一部分很重要 不是只有有线电视那一块 以我们自己的经验 比如说我们的选举过程的经验 现在在有线电视的播放的这个效力 效力跟影响力 不一定比得上在网路上的平台的效力跟影响力 所以在配比上 初步我认为最少 那个资源的运用 或是说各方面的配比 最少在网路这一块 要跟有线电视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用的资源 要让它在不同的平台呈现 最少是要一半一半 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所谓真正开放的效果 点阅力一定要高 然后这个才是所谓 才能证明你开放的成效 而不是只是做有 我有在哪里 结果大家看不到 点阅力很少 以前不就这样吗 如果说开放 那如果只是在我们立法院的网站开放 点阅力一天可能就几百个人去看一下 这个没有意义 花的见资的经费都没有意义 要点阅力高 让真正要看的人 不是被动他们要看来看 而是要主动 尤其是网路的平台 一定要专人管理 然后把这样的串流 这样的讯息 放在不同的平台 主动的去放在不同平台 就像我们所有立法委员 我们的委员 要把自己的影片 自己的照片 放在自己的FB 放在PDT 放在各种平台 这样才能达到点阅的效果 不是你自己有一个部落格 放在那边 大家都自动来看 没有那么好 如果真正要做到开放 就一定要做主动式的呈现 所以我支持徐毅仁委员 剛剛所提到的就是 網路这一块一定要重视 好 接下来 我要谈到今天 當然主要的主题就是 關於國會改革 我們都知道改革 的效果就是 产生一種權力的變動 改革就是一種權力的變動 它的效果就是 产生了一些權力變動 產生出來的效果 通常我們就會稱呼它 叫做改革的目的 變 權力變動之後 產生了效果 那就是我們改革的目的 那這一次我看了這個25 現在已經看到的25個案子 關於國會改革的案子 我中規一下 這個中和一下 大致上的趨勢跟方向 比如說關於院長副院長 中立化 這個有很多的提案都有提到 程序委委員會 有的提廢除 有的提要更透明的改革 讓更多人參與 而不是那個要discover 要讓都看得到這樣 這也是好多提案都會提到 政黨協商要透明 或是甚至提廢除 政黨協商的制度 這個方向也是更揭露 更開放的方向 好 所以大概的方向 我們看得出來就是說 朝著更透明更開放 然後呢 更讓更多人參與 包括所謂院長副院長的中立化 其實是把權力給大會 給委員 中立化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不干預那麼深 但是呢 權力是移轉到給所有的委員 政黨協商透明化或是廢除 其實也是把權力給更多的 多數的這個大院 就是大會或是委員 或是甚至是委員會 讓更專業更多人參與 包括程序委員會 政黨協商 這些改革大概都是這樣的趨勢 就是讓資訊更透明 過程更公開 讓更多委員參與 甚至讓更多人民參與 讓人民的意見 民眾的意見都可以參與 我想這個主要的趨勢 跟方向是這樣 但是其中有一點 是非常獨特的 也有一些案 那個改革案提到 把委員會的趙委變成一個人 我想大家有看到 有這樣的 有一些提案裡面是提到這個 這個剛好跟前面我們講的 剛好都全部相反 就是說 把趙委變成一個人 那個結果是怎麼樣 就是更集中 權力更集中 本來是兩個人 第一大黨跟第二大黨 都會大概有一些趙委 甚至小黨聯合起來也會有一些趙委 但是如果趙委只有一個人 那就是大黨獨拿全部 然後呢 大家都知道趙委 因為我現在當趙委 我知道啊 趙委在做什麼 趙委有滿大的權力 就是說在議程的排定 在很多這個議會的過程當中 會議的過程當中 它可以發揮一些影響力 所以我認為 這個是反潮流的 也是反這一次我們國會改革的主流意識的 要更開放 更分權 更多人參與 結果裡面 同樣一個法案裡面也有提 同時提到這一方面的 同時提到說我們趙委把它變成一個人 互相矛盾 整個改革的過程當中 如果內部的各方面的改革 因為它可以從幾個面向去改革 從資訊的開放 從程序委員會 從政黨協商 從好多個面向去改革 如果這個彼此的面向是衝突的 就是精神衝突的 那會抵消改革的成效 我要表達的是這個 所以在這裡啊 我要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 我個人啊 最少是我個人 是支持 贊成國會改革的方向 而且是大家主流提出來的方向 資訊更公開 參與更 讓更多人參與 過程更透明 然後讓民眾更能夠了解 我們整個立法的過程 甚至參與這過程當中 但是對於 招委改成一個人這樣的提案 我們就奇奇以為不可 而且會造成改革成效的 互相矛盾打折造成改革的負面 所以這個是我要表達的 當然這個在我們開始審查 逐條議案之後 還有很多時間我們可以繼續來討論 好 這個是以上 我的這個談話 謝謝 好 謝謝林維州委員的意見 好 我們現在下午2點繼續開會 第一位 第一位由周春明委員 下午第一位由周春明委員質詢 現在休息 qualifications 林維州 usually 麥川普多議員 謝先生 彥州的確認 他做 costs增加至於 生活中心中心中的 製作要去嗎 就總務處 處理處長 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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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都兩次家人 只有你 不知道 他會 應客廳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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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